曾經有參與過黑鷹直升機失事等 搜救任務的搜救犬Snow 已經服役五年 現在是年滿九歲 江介林退休了 所以新北消防局也開放任養 而東獨盟就提醒了 後續應該要追蹤關懷 確認他們的生活情況 一口令一動作樣樣難不倒搜救犬 大學界Snow 翻譯敏捷出過大大小小任務 但別小看牠 作為搜救犬人棄王 私下撒嬌功力也是一流 牠最厲害的專長 除了我們的搜索工作之外 牠就是撒嬌 然後還會開門 還會開門這樣 那牠就是非常非常討人喜歡的一隻狗 看起Snow眼神充滿愛 這隻會血狗狗 有邊境牧羊犬和拉布拉多血統 外表呆萌可愛 卻總是從前線作戰 曾經參與黑鷹直升機失事 核碎前副總山難等搜救 但服役五年的牠 現在已經九歲了 隨著年紀到了也要退休了 比較需要注意的可能就在於說 牠的關節的保健部分 因為牠畢竟從事了瓦利救災的時候 牠的消耗量是比較大的 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想要養狗 有需要哪些條件 那我們有提供一份自己的評估表 縱使人養資格沒限制 但退役毛小孩新主人 還是得先通過署面審查和實地評估 飼養一個月後確認相處狀況 除了新北消防局 管務署也在替毛小孩找新家 拉布拉多幼犬猛樣瞬間融化 原本要培訓成海關七毒犬 但經過評估不適合 目前還有三隻正在等待任養 為了避免新四組任養後反悔變卦 有棄養虐待等等不當行為 洞都盟也建議不只在任養找家時做評估 後續也可以定期最終關心 記者傳承林峰 新北南投報導 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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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